这天中有这样一位天骄,与夜天帝同处一个时代,七体制还是东方神体,前期的年轻一代中也算得上是顶级高手,只是区区四级秘境的修为,就敢抢夺亲帝的吉道帝兵,可谓是非常狂妄自大,可是到了中后期却因为后劲不足而被自己的大舅哥给击败,险些成为废人,他就是女主姬子月的亲哥哥,同时也是夜天帝的大舅子姬浩月,姬浩月虚空大帝的直系后代,七家年轻一代第一高手,七轮海中伴有天帝异响,其威力巨大的海上声明月� 一期不凡,抢夺亲帝帝兵时与炎如玉大战,两人打成平手,但后面却遭遇为炎如玉出头的孔雀王派遣坐下大弟子追杀,九死一生狼狈逃回吉家圣地,姬浩月因自身神体与圣体之间的自然感应想对夜凡出手,却被夜凡的荒谷身体给压制了 百年后,姬浩月与姬子月随虚空大帝的官果来到神话谷物的禁区,但依稀想要振压哥哥的姬子月却突发偷袭,成功把姬浩月给镇压了,还施加了多种法阵封印,姬浩月从此被困三十多年,但匿急中蜕变,晋升到圣人王八重天